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第一场播 这取决于你用的什么APP 这也APP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你使用知乎这类的大概需要15年 如果你使用澎湃或者头条之类的大概需要两年 如果使用快手或者抖音大概今年年底 那我要是什么都不用 我是看那个晚上七点整的 那就简单多了 已经超越很多年了 媒体报道 网友热议 美国所有人都让您听到墙外的声音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启晓天 在节目开始 希望各种朋友们先点个赞 让这些小麦的声音通过得更远 谢谢大家 全民记者 手机记录中国 让我们从墙内网民拍摄的设媒视频 欢迎一个真实的中国 上期节目 我们看到了北方种小麦的农民 一季种12亩小麦 最后只赚了5000多人民币 然而 在南方种水稻的农民更惨 一亩水稻 去掉成本 仅仅才能赚到100多块钱 一亩地的水稻的成本 插秧70 旋地71亩 收割71亩 地猪去了300块 加肥料120 加农药50 加其他的杂费之类的 大概是50块钱一亩吧 就成本就去到730块钱了 730还没算胡言鸡 打三次要30块钱一亩的成本 撒肥的话就是24 54块钱 一亩地 撒肥加打药 总成本784 算1块2 800斤一亩 乘以1.2 等于960 减去一亩地的成本 就是赚100多块钱 有网友说过 经济是好是坏 看底层最清楚 经济坍塌 进城打工 找不到工作 回家种田 又养不活自己 真是走投无路啊 端午节快到了 在南方城市的民众 有买艾草辟邪的习俗 有些农民也会采一些艾草 去城里卖 挣一点小钱 这辈农村老人就遭遇到了 铁面无私 战斗力极强的城管队员 目前社会上呢 也有一些人 对我们城管工作 是有一些偏见和误解的 我相信大家也不希望说 看到我们大街小巷 有乱摆乱战 撕搭乱建 随意以撒等现象 所以这些工作 一直是我们城管工作人员 在一线默默无闻的付出 默默无闻的在治理 也通过大家的努力呢 我们的城市环境 得到了提升和改善 也希望大家能够 多理解我们的工作 多支持我们的工作 多配合我们的工作 谢谢 推测网友愤怒的评论 欺压百姓的传统 根深蒂固 我想在中国受过教育的人 都学过唐代杜甫的诗 石毫力 其中的一句就是 力呼一和怒 覆提一和苦 上面这条视频 就是这句诗的一个重现了 青年失业率高 毕业及失业 相向应党的忽悠 灵活就业 目前的经济场景下 大概率血本无归 还有那些被裁员 还背着沉重防贷的白领们 生活的打击 很容易让这些中青年人 走向极端 于是 一个新的网络词汇 防跳运动开始流行 我们用下面的视频和截图 来解释这个网络热词 李老师发推说 太原网友称 目前当地近几日 接连发生跳桥事件 另一位当地网友称 24天内有16人跳桥 为了了解这为什么发生 李老师转发了一些太原人民的生活状态 5月27日 一个太原网友发帖称 他的朋友因下岗没工作 父母双亡 没有成家 连饭都吃不起 将自己劫100元 而自己也只能把仅有的44元转给他 他感叹道 这就是太原普通人的生活 这条帖在不久后被删除 作为回应 当地政府做出了阻止跳桥的措施 包括在桥上部署警察 以及建设栅栏等行动 为这网友感叹道 就是不愿意失人证 这种悲剧不仅发生在太原 成都 重庆 这位在一个AI企业工作的网友说 我们昨天去拜访大客户 唐州市应急管理局 要在桥上装AI监控判断跳桥的人 唐州最近最高纪录是一天27连跳 让我们AI公司去开发算法 算法里要搞什么 徘徊识别 危险区域入侵 告警啥的 真是不解决问题 解决出问题的人 有的地方政府面对这个问题时更讽刺 这座城市在桥上用灰色的布料 挡住了桥的两侧 向右后方执行 随后立即出阶梯 这位网友转发了另一个政府的妙计 在桥上两边放上锋利的金属刀片 网友嘲讽道 暖心的国家 既然都决定要走了 那就最后伤害一次吧 另一位网友斥责政府说 不去想想为什么那么多人会跳桥 这么多年轻人绝望 甚至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 伟大领袖习近平对此有什么回应 李老师发对说 5月27号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4次集体学习时说 要加快建构中国就业理论体系 有效提升我们在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在年轻人失业率创新高 群众情绪低迷的情况下 习近平的方案不是想办法降低失业率 而是提高就业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从理论高度回对西方经济学家的逆耳中言 网友解读习近平的话说 意思就是就业失业这种说法是资本主义才用的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 我们国家没有工作不叫失业叫待业或者叫等待发财 当经济的下行影响到个体和家庭时 各行各业早已哀鸿遍野 对着网友吴文行发退说 5月26日赣州糖酒会 已因参展人数不多 主办方找到了一群老人和孩子来充数 展商们要求主办方退钱 主办方退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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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老师跟着发退说 5月27日江苏徐州 亚商国际广告产业博展会上 有参展商手持喇叭大喊退钱 参展商称 参展会宣传人流量两万人次 实际两千都不到 主办方成络甲染物制度 不有两万人次 但实际达不到这么多人次 实际两千人可能都不到 主办方现在不作文 主办方也不露面 我们现在要求退甲染费用一半 现在要选择我们自行承担 谢谢大家支持 退钱 你俩抽退钱 退钱 我真能自由啊 你先让我 你先让我 别到了 不能容 别到了 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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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录在那 对着网友评论 可不就是中国经济不行了的一个缩影吗 说好的市场经济繁荣呢 说好的内循环强大呢 这几年 多少大型活动办得冷冷清清 多少企业关门倒闭 多少人失业在家 就连房地产这个支柱产业都摇摇欲坠 恒大爆雷的阴影还没散去呢 像当年 中国经济可是坐着火箭往上窜 GDP增速两位数跟玩似的 现在呢 增速跌到谷底 还面临着老龄化 债务危机 产业升级等等一堆难题 当然再加上习近平不断指明方向 经济就更加稳中向好的硬着陆了 下面我们进入外媒看中国的环节 年轻人无路可走 中老年的噩梦也即将到来 昨天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将于2035年耗尽 只剩下10年光景 华尔街日报报道说 58岁的李忠是一名中药销售员 两年后将退休 他并不担心自己的养老金 他担心的是女儿 最近他贷款帮女儿 在上海郊区买了一套房子 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在2021年破灭 目前房价处于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正是购房的好时机 但这种情况正在压垮那些 几年前购买房子的人 并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拖累 根据政府统计数据 中国绝大多数家庭的财富 与房产有关 房产约占家庭财富的70% 房价有可能会进一步下跌 这将令李忠购买的房产价值缩水 但困扰他的并不是近期的财务前景 他关心的是中国养老金体系 未来的健康状况 该体系面临着一场完美风暴 先有专家看到出路 华尔街日报接着报道说 中国经济滑坡正在对养老基金造成冲击 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 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持续低迷 甚至很可能恶化 于此同时 中国还面临人口危机 目前中国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人口正在萎缩和老龄化 人们不再指望中国未老先富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 曾经是一个强大的纯政府项目 但在压力之下 它已变得支离破碎 在这个问题上 日本经常被当作典型例子 但是在中国 这场危机涉及的人口是日本的10倍 预计未来10年 中国将有3亿人退休 只将给正在萎缩的适龄就业群体 带来巨大压力 亦有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 超负荷工作 理想破灭 精疲力竭 中国顶级政府智库 中国社会科学院估计 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 将于2035年耗尽 中国的养老金体系 如今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 由政府主导 第二支柱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 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金计划 后两者是非强置信的 可选可不选 华尔街日报称 中国的经济低迷 正在削弱人们为可选项目掏钱的能力 根据政府数据 截至2023年底 中国个人养老金开立账户超5000万人 但是个人养老金开户后 实际缴存资金的人数只占到约20% 人均储存资金仅大约人民币2000元 中国政府已经在探索救助方案 包括延长退休年龄 目前女性工人的退休年龄为50岁 女性经理和高管为55岁 男性员工为60岁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 这些都属于非常年轻的退休年龄 但是在这个意义并不多见的国家 延长退休年龄的做法遭到强烈反对 前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最近表示 延长退休年龄涉及平均健康水平和老年人的生产力 即使实施了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 韩国和日本的例子也表明 由于需要兼顾劳动力供应 代际收入差异 以及人口老龄化的不确切影响等因素 也需要超过10年的时间 在后疫情时代 中国政府不愿实施大规模刺激政策的名声 有增无减 而且在实施刺激政策时 中国政府的计划几乎总是针对基础设施等共济策 中国政府忽视了对家庭的直接支持 也忽视了促进外界期待已久的中国庞大消费阶层的崛起 中国政府希望这一阶层将引领经济复苏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高级研究员Michael Pettis 在北京向Marketwatch表示 加强养老金制度从长期来看肯定会促进消费 但短期内不会有太大影响 这是因为加强养老金制度需要经过多年的检验 才能使其可信度达到足以改变实际消费行为的程度 瑞银投资研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 兼亚洲经济主管汪涛向Marketwatch表示 政府需要向民众敞开钱袋子以刺激消费 但是这完全违背了习近平的反福利主义精神 大家说习近平在这方面有改变想法的可能性吗 你们对自己有可能在老了的时候 没有退休金的可能性有什么想说的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 中共一直通过各种宣传农民起义正当性 来为自己武装夺取政权合理性做解释 但是上周我的节目我们看到了 中共把多地农民起义的塑像给拆了 包括李自成和太平军的塑像 中国数字时代的一篇文章 对中共的这一举动做出了分析 文章说 最近出了几个挺搞笑的事情 北京昌平区的李自成雕像 被迁回了李自成的老家陕西弥址县 目前原因还不怎么明朗 有说是出于承建规划需要 也有说是跟陕西那边的景区商量好的 但感觉都不太有说服力 然而听说目前昌平部分地区的房价 已经跌回了九年前 当然在北京城立一个土匪投资的塑像 确实也不太合适吧 因为这东西象征性太强 很容易引发联想 人们一看到李自成像 脑海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浮想连篇起来 它就像是公开宣读一篇大逆不道的文章一样 这部也给删了 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立这个塑像 但客观来说它确实也有进步的一面 不妨设想一下 假如清朝时期有人胆敢在京城立个李自成像 你说得多少人要掉脑袋 哪怕只是举手提个意见 也得诸九族吧 文章作者说 所以从社会的包容度来说 在京城给反贼立塑像是时代的进步 而且抛开李自成的特殊身份 这个雕像也存在其他一些警示意义 它至少告诉世人 柯正猛于虎 现在人们说起李自成 最津津乐道的 还是一个基层公务员被炒鱿鱼 从而引发世纪惨案的段子 其实这个观点很大程度上是掩人耳目的 也并非事实 李自成确实是驿站的一名驿族 但他被优化之后 并没有落草为寇 而是跑边地当兵去了 如果说一族算是正儿八经的公务员 那么就相当于从政界跨越到了军界 依然算体制内的人 但是李自成这铁饭碗 终究是端不稳 原本朝廷是要他们北上抗清的 结果半路上 军官就开始克扣军饷 从而引发了兵电 大家一起哄 把参将和县官都给灭了 如此 李自成的体制梦彻底破灭 参加农民起义去 文章作者说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 一战优化并非偶然 而是明朝系统性的腐败 在末期彻底溃烂 爆发了出来 朝廷财政吃紧 连一族都养不起 军界腐败 肆意克扣军饷 然后 当时陕西刚好爆发了饥荒 结果 提防官员还照常征税 逼得农民揭竿而起 当时李自成不过二十出头 一个刚刚成家急需立业的年纪 但是他已经无路可走 小小异族当不成 当个兵还被欠军饷 退一万步做个农民吧 连自己都养不活 还被官府催凉 这是大时代的坍塌 而不是一次偶然的裁员 鼓起之下出了个惊世犯贼 很多人骂明朝夺昏军 包括崇祯 看似秦政 结果却越作越死 成了时代的加速师 其实 昏军也只是一个幌子 清朝皇族家教算是成功的 几乎没出过一个昏军 最后也照样弄得民不聊生 各地起义不断 这是王朝的一种宿命 明朝末年就是这个情况 不是李自成揭竿而起 毁掉了大明江山 而是朱家人已经无法清理 他的那套杀毒软件 只能眼看着自己亲手安装的杀毒软件 一步步掏空国本 又一步步榨干民之 到了连军饷都要被克扣 灾民都要搜刮 挤进死机瘫痪的地步 而崇祯唯一能做的 就是打打老虎 却拍被落苍蝇 干掉围中闲 干掉原虫患 不仅对底层的民生无济于事 同时还破坏了精英阶层的派系平衡 弄得系统更不稳定 当然不是崇祯不想拍苍蝇 而是他无能为力 这是家天下模式的宿命 当一个国家被单个家族掌控的时候 那么他就成了孤家寡人 外人无非就是得利者与失利者的区别 如果得利者不能得利 那么他们与失利者就同处一个阶级 所以腐败就不能避免 当腐败达到一定的程度 那么得利者就成了系统最大的杀手 再看李自成 其实就是与之相对应的那么一个程序 闯王来了不纳凉嘛 还编成歌谣让小孩子去传唱 他也披着旧事的外衣 但是从本质上来讲 李自成跟朱元璋 以及刘邦这些没什么区别 他只是打着旧事的名义 试图取而代之 成为新的主宰者而已 李自成在揭杆之前干掉债主 然后因为妻子出轨也被他处决 后来又干掉了上司 才走投无路 最终成了反贼 这也是中国输给西方的原因 因为当他们开始产生旧事的理想主义 要创建一个公平公正 人人自由平等的社会时 中国却满脑子都是成王败溃 取而代之的野蛮思维 最后文章作者说 当然现在李自成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是我们离自由平等的社会 还有多远呢 2017年网上流传过这样的一条视频 这白薄树放这已经不放心了 哥们派五警 两个警还看着 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后 崇祯自己的歪伯术前 有武警站岗 现在已走李自成涉岗歪伯术 集总的这个操作到底是几个意思 请在评论区里发表你们的高见 现在我们进入本栏目的网友互动环节 让我们看看上期节目 网友们用哪些有才的评论 娜娜来迟评论北京国家信访区 人山人海的访民说 信访没用的 他们才不管百姓的冤屈 国度说 如果法律有效 信访局没必要存在 Warring良回应习近平的风桥经验说 总感觉风桥经验会烂尾 毕竟防住不炒这个政策都能烂尾 最后 东金说 评判一个国家是否伟大 不要只看他多么富有 也不论他有多么强的军事实力 只要看他对待本国人民 是否有足够的宽容和良善的制度 人民的心目中自然就会有答案 今天的美国热搜到此为止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 记得点赞和关注我们 如果大家有有趣的话题 可以在评论区里跟我们分享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